花蓮縣政府在今天推出了升級版花蓮好Q 25日上午舉行的數位有夠力振興拼經濟的振興記者會 除了花蓮好Q系統全面升級強化城市幣交流運用 首波活動也和台東縣政府攜手跨域合作 推動雙方城市幣的互通交流 台東縣長饒慶玲也率團歷歷現場支持响應 今天全員表示對饒縣長特別來到花蓮的支持相當的感謝 花蓮縣先前已經有花蓮好Q的虛擬貨幣 透過這次機會升級為城市之間的點數互動 也能夠在這平台上提供鄉親更好的公共服務 術及更多消費者 人民接收最新政策資訊 同時也能夠透過平台使用的行為數據 在未來市政方針上更能夠規劃符合鄉親需求的政策 那如何運用這個平台 將消費者扣在現在這手機的平台上面 就跟剛剛縣長特別提到 其實台東的平台已經超過15萬的會員 那這些會員都是未來消費或者是潛在服務的會員 都可以再次的去力推 這樣可以降低相對的廣告費用 可以得到很好的消費的行為 那另外一段的部分是 我們在這所有的軌跡都會有數據去做管理 所以這些數據上也可以提供給我們 在未來相對計畫或政策 在調整上面的一些調整 那這個是數位絕對是沒有辦法避免的一件事情 那今年呢 花蓮很有榮幸這個機會跟台東一起合作 也透過點點這樣的合作 因為我這邊也透露 就除了花東之外 現在雲林也加入 所以其實未來幾個城市都會串在一起 台東新的勞勞全力表示 台東金幣的使用者本身就有16萬人左右 也有許多是外地遊客 透過平台推廣將此資訊告知用戶 共同振興花東經濟 花蓮好 台東也會更好 再次來到花蓮 其實帶來我們台東金幣和花蓮好Q的合作方案 台東金幣在這幾年我們有將近13萬的實名制的用戶 而這13萬的用戶其實非常非常黏著度非常的高 我們這幾年辦台東金幣的活動都從來不做宣傳 就是直接在我們台東金幣的一個用戶裡面做宣傳 就會有非常好的成績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跟花蓮好Q一起來合作 這一次我們自己主動提供了2000萬個台東金幣 希望能夠來花蓮火車站在7月2號到7月6號隨機發放 能夠讓我們來到花蓮的遊客也好 使用者也好 台東金幣的使用者也好 能夠拿到這個金幣在花蓮在地使用 那我們除這個之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優惠 在台東沒有的 就是您花5000枚我們就贈送5000枚 也就是說您這個錢幣其實是更加值 在花蓮拿到的台東金幣是更加值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希望大家來搶這個台東金幣 然後使用在花蓮的店家 花蓮新政府與台東新政府攜手跨域合作 城市並互通 共同運動0403城鎮對花蓮的重創 透過持有台東金幣的民眾 可在台東和花蓮特約商店消費 就有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的普及智慧城鄉 生活應用計畫 推動花東地區跨域合作 營造更多合作契機 希望透過數位點數互通吸引民眾到訪花蓮 到花蓮特約店觀光消費促進觀光產業的復甦 啟動 讓我們到入金幣 讓我們民眾享用位 店家享一收 黃阿蓮加油 台東 記得將一塊收到